用的顏色這個 我只是大概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第一個可能第二個我對這種視覺上面說真的我也 不知道每個人的那個視覺美感不太一樣 也許女生可能對這種美感比較有 比較在行的話也許我覺得你要把一個App做得漂亮顏色看起來舒服 真的就需要花一點時間 而且當然最終還是要讓人家嘗試看看 然後你覺得這個顏色怎麼樣我看一下 好假如我做了一個A一個B好了 做完之後的話接下來要做什麼 其實他這邊也可以切 A有A有B有C從這邊也可以切有沒有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 一個Global是全部的 他就單一的 所以你這邊可以ABC等等去切 另外的話還注意一下你的版本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1.45 這個這個的話後面我們還會再講 就是說因為現在 我們的那個 Icon圖都不能改 頂多就是那些 但如果未來你Icon要 變更的話 可以制定 或者是換其他的Icon 那些小圖式的話 那可以換新的版本 不過 我們現在先也先不要這麼大 我們先1.01就好 所以第一個 你要先確定這個 第二個的話把這邊 加個顏色上去 兩個大概就OK了 或三個 其他的話 上面當然還有更多顏色 你會發現這邊還有一些 什麼 那個Adobe會提供給你的相關顏色 他也會載進來 你也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 再來的話 最後我們如果都OK了 你如果要把它存下來 我記得 這邊有個什麼 Share Share 你的Link 那這個Link 如果你把這個Link 把它記下來的話 那以後 你假設把這個 這個連結 丟給別人的話 比如說他另外一台電腦收到了 他直接執行這個網址 他也會看到什麼 一模一樣的你剛剛的 那些布景 有沒有 還把它保留起來 所以他其實沒有存檔功能 但是他可以藉由什麼 藉由這個路徑有沒有 可以幫你把 你現在做的這些事情存一個ID 叫Style的ID OK 所以 如果假設我怕這個忘記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存檔 比如說我這邊其實有個存檔 分享範例 其實就可以把它放在 假設我就可以把它放在下面這邊好了 比如說我就 假設一個存檔動作 然後 這邊我加一個 等於是存檔好了 那這樣的話 下一次 你們點進來 也就等於是存檔好了 他後面就多一個什麼Style 主要是這個 AND 這個參數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OK之後的話 最後關鍵時刻來了 如何把這個布景主題 放到我的 這個App裡面 首先第一個 我們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上個禮拜的 我就已經把它又放回桌面了 這些 那如果說呢 我要把上個禮拜的 網站開起來的話 因為上個禮拜還原了嘛 所以記得 一樣要新增網站 如果呢 你又重新還原的話 那我就重新 重新再把這些訊息 再加上去 比如說ReApp OK 然後 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桌面上的ReApp 那因為上個禮拜 如果或者是說你回到家 你要把 你的 做的 重新再來過的話 第一件是 一樣還是要新增網站 OK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呢 開起來之後請你看什麼 看他的那個 右下角有index 那把index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你要做變更的話你要分割他 他就恢復了 OK 不過他有個列格 這邊是程式 這邊是內容 另外設計師把它改成傳統 這樣就OK了 那可是呢 現在當然你現在看 顏色應該還是就這樣 其實顏色真的不好看 OK 那我有沒有辦法讓他變漂亮呢 OK 接下來的話關鍵時刻來囉 要怎麼樣把它放進來 請觀看一下 這個 很容易出錯 步驟的話 因為我之前是 用的是106 所以 主要就是下載 有沒有 第三個單元 下載樣式的 VIP檔 那 所以這邊有個download 你就點擊什麼 點擊這個ThinLower這邊有個download 好 名稱給他 那當然我之前用106 App 有沒有 有沒有 那不過如果你不用這個名稱的話 比如說我這個是李啊 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 就是什麼呢 App 好了 大喜好了 OK 李App OK 那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他就是會幫你產生一個 一串程式碼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按一個 他跟你講說 主要就是 你將來要把你產生那一段更改 程式裡面的 這一 加這一行就可以了 他還幫你把它mark起來 所以你可能要找那個位置 待會再講 把它download一下 download下來 那他叫李app 所以download之後的話呢 他會幫我產生一個叫 李app的一個 一個VIP壓縮檔 大小有差嗎 download 他會 理論上他會就直接下載下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東西 我這邊好像奇怪 卡卡 我看重新整理一下 沒關係 剛剛我不是有複製 剛剛不是有把還好有把它存檔 哪一個就是這一個 剛剛這一個這個網址 再把它執行一遍 理論上他就download下來 那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 剛剛存起來 恢復了 只是這個地方 他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 不會是那個 制定的 Think name download 有嗎 有下載成功 可以下載 可是他名字就變了 沒關係 只要下載下來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 我再看一下哪邊的問題 剛剛下載的時候 可能要等一下下 那我已經把它更新 不過他要變回來了 因為我又把它恢復了 好那剛剛有看到 最後如果你要看到那個最後結果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 非常容易做錯 第一件事情呢 你必須把那個檔案下載 那下載的時候剛剛 發生一個狀況就是 好久 他終於下載下來了 第二個的話 在資料找中顯示 你把它解壓縮 所以你就怎麼樣 解壓縮一下 解壓縮 致詞也可以 或者解壓縮全部 解壓縮致詞 那你會發現 主要我要得到的是哪一個 Think 這個有沒有 解出來這個目錄 主要是這兩個檔案 OK 其實應該是這個檔案 mini這個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 這個Think裡面呢 有一個叫 reapp.mini.css 主要是這一個 OK這個 注意一下 這個解出來一定會有這個 因為我剛剛名稱取叫 reapp 所以他會叫 reapp.mini.css 那這個檔案的話記得 請你把這個檔案 放到哪裡呢 複製一下 放到你的那個 網站裡面的 哪裡呢 這顆裡面就可以了 打開之後有沒有你的網站目錄裡面一定會有這個 你心理把它貼上 OK 貼上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最後關鍵來了 你如果 不要做錯的話 基本上 這一個名稱喔 你就是把它變更什麼 這個名稱喔 其實主要就是變更我們 重新載入一下 另外就是說確定 放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到那個你的 JQuery Mobile 裡面 這個目錄裡面 重新整理啦 上面有個重新整理 他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 你把它重新 主要就是把它放到我們網站裡面 你用拖拉的也可以啦 把它拖拉進來 OK 所以確定有 而且放的位置 沒錯 最後關鍵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把那個網頁裡面喔 跟他講說喔 我現在的布景主題喔 要變更為這個 好怎麼變更喔 最關鍵的地方來了 其實就是在 我們分割裡面喔 那你會發現1234 第6行的地方 第6行 反正就Title下面就對了 Title Title下面 我這邊是第6行 如果你的行數不一樣的話 你就注意一下 反正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呢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說喔 他這邊有一個敘述有沒有 就是他的link的 那個超連結 是在這個JQuery Mobile 這個有沒有 底下的這一個檔案 請你把這個檔案的名稱 有沒有 改成這個就可以了 把這個名稱改成這個 這個名稱改到這裡 看得懂這意思嗎 看不懂 改一下給你各位看一下喔 就是第6行的地方有沒有 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改成這個名稱就好了 他本來是用 他你 裡面內部的這一個啦 其實裡面也有一個喔 裡面他本來是用哪一個 本來是用 用他自己這一個 叫什麼 這個他本來用這一個嘛 Sing 他本來的Sing是用這個 一點 一點Sing 他用這個 有沒有 我只是把這個取代成這個了 換成這個就可以了 OK 那怎麼換喔 特別注意喔 其實不要打錯就好了 一我的習慣就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對不對 二的話呢 直接把它貼到這邊來蓋過去就好了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蓋上去 貼上 好 看得懂嗎 剛剛那個那一段喔 改這個名稱就對了 好 那Save一下 Ctrl S 接下來的話喔 我們再重新整理看看 如果你 沒有做錯的話 恭喜你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看不到的話 那應該就做錯了 OK喔 好 看一下 OK了有沒有 有沒有 看得懂嗎 好我再把重點再講一遍喔 OK 應該 這個這個這個 好 Ctrl S一下 恢復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 其實道理就是 這個有沒有 就他本來這個名稱呢 是指這個嘛 我只是把這個名稱換成這個名稱而已啊 懂意思嗎 有沒有 第六行喔 我這邊是第六行喔 把這個名稱 換成這個名稱 甚至你可以用手 自己改也可以啦 比如說他其實點mini 點css都一樣的啊 只是前面前面這幾個字不一樣 那也要另外一個方法 你開個怎麼樣 乾脆直接怎麼自己手打就不可以 來可以啊 你 App 只是說手打喔 很容易打錯啦 這個名稱換成這個名稱 OK好看懂吧 如果沒有錯的話你就把它存檔一下 存檔就是Ctrl加S 好 切過來 喔 那就恭喜你了 看到的話 應該就這樣 沒有這個是因為布景主題我還沒有把它換過 為什麼 會 這邊沒有改喔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好像之前的那個頁面喔 的那個sing lower 一定只能A跟B 因為之前我有可能用到E啦 可能用黃色的 那黃色我沒有做啊 所以基本上最好的 如果你 將來希望你的顏色全部變更的話 那記得就說 你要做五個顏色 黑藍 就取代成原來A B C D E就對了 好 這樣是比較標準 然後我剛剛只有做兩個顏色所以 後面切過去沒有是因為後面這個我沒有做 那會造成那個問題OK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畫面 還給各位喔 應該沒問題吧 試一下 來